又来盘玩具店了 这是变形金刚第二弹的称重表 我们就来验证下到底准不准 既然看到了第六弹了 我就把闪耀版的第六弹 给他把隐藏给拆了 最终的我记得是66 没了 有人截足闲灯了 把第六弹的隐藏给抽走了 太可恶了 这边有全新版的第二弹 只有5盒了 变形金刚全新版的第二弹 它的隐藏款我记得是86.13 89.14 这个是钢索的人形 86.43 83.84 这个最轻的 一个是89.13 一个是84.80 所以我猜应该是这两盒 一个是钢索的人形 一个是恐龙形态 但是它是普通款 就这两盒 这两盒我有点心虚 我感觉都被别人给撑走了 赌一把了 看来 是是是 钢索的人形没问题 咱撑对了一盒了 我刚才就说的是这个 最重的这款 哇好惊险啊 不过还算比较好 钢索的人形 我们已经拿到了 这个我猜的是钢索的 恐龙形态 普通款 哎呀 糟了 你看这颜色就不对 虽然有点失望 但还算比较好 它是晴天柱 这次虽然也翻车了 不过还好 两个角色都是我喜欢的 一个晴天柱 一个钢索的人形 365 4盒里边有一个 所以要拿一个刀来吧 来来来 老板给猜个整盒了 快快快 偶遇老板了 老板说送我一盒 让我拆 这不颇天的富贵吗 所以我拆完之后 我可以撑一下 瞧着笑的都快裂开了 哇塞 好好好 谢谢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刚才没有拆到隐藏款 但是老板好爽 又给我开了一盒 但老板的话 我觉得这次肯定能拆到隐藏 来 端盒 这可是新打开的 端盒的位置 我跟你说 基本上都在中间 所以如果我们先撑中间的 86.35 有点接近 但应该不是 84.67 84.69 这个也不是 84.2吧 86.34 糟了 86.34 这应该是普通款 再看看其他的 84.3.9 8.6 81.6.26 1.92 26 经过我一番车量 我发现这个端盒里面 它没有隐藏款 只有一个普通款的钢索 而普通款的钢索 它的重量是84.58 那这一盒是比较接近的 它的重量呢 是84.79 没事 反正是老板白送的 走了 那老板我就白拿了啊 走了啊 拜拜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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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跟大家说 这盒无论猜到什么 都是赚了 毕竟是不要钱的 来 快 如果是钢索 那就是洗上加洗 来 看看 陆子爷的 运气 啊 这是什么 摘了 这次是摘了 这变西极高的隐藏 这么难猜嘛 我已经撑不准了 哎呀 又翻车了 怎么办啊 这真真没脸了 又拿了个青天柱 刚说加了两个保镖 还不错 好看是好看 但是呢 还是没有猜到隐藏 老板这拖天的富贵 我都没有接到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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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